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4改檔名跟影像的尺寸部分 請問老師 比如說您的數位相機也好 手機也好 拍下來那個照片的檔案名稱是什麼 有的是什麼 P開頭 然後後面就一連串數字 有的是N什麼 就差不多是那些 可是這樣你要看是比較不容易 到不然我們就是資料夾命名好 就直接給我進去而已 就不管它了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你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那比如說呢 我們來這邊 如果你要做改檔名的動作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它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P4的 那這個改檔名不侷限在說 一定要是照片檔案 比如說有些時候老師可能是您的教材檔案啊 那我把它編一下 那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那比如說我們看改檔名的部分 改檔名呢 你可以先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照片先把它載進來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 好 上一個 有一個P4的 我把它拿掉 那沒關係 我就直接從這邊來好了 好 假設你看 這個數位照片檔案名稱是P開頭的 對不對 像這樣很亂啊 那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載進來 那載進來之後呢 這邊它就會問你囉 欸我要改檔名的時候 到底要依照什麼樣的模式來幫你改 一個是呢 是照原來檔名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ESF 老師知道什麼叫ESF 拍照的時候 事實上它會把什麼 拍照的時間 快門光圈 你是哪一個廠牌的 那些情境 那些資料都會怎麼樣 記錄下來 像我們一般在看人家那個攝影展有沒有 它都會告訴你說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是在什麼樣的光圈 什麼樣的快門之下 對不對 那這個資料本來就有 它會存在我們的數位照片裡面 那當然也包括時間 那如果您用智慧型手機拍的 如果你的GPS有開 它會順便連地理資訊都幫你拍下 都幫你記錄下來 那這個呢 你看如果你用這個 我就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我就知道說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放進來的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因為我這個已經不是 真正的數位照片 有改過了 那個資訊已經不在了 如果你是數位照片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抓 比如說你看 我找一張是數位照片的 好像這個 這個就是數位照片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像我的在2007 這裡 你看這裡有沒有2007的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張是這個 剛剛這一張的 你就知道 我是在2007年 11月25 9點 有沒有 9點多拍的 有沒有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 直接用那個方式抓下來 那如果說 你想要用日期 那也可以 那麼我在這邊 有幫他加上一個 開頭文字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日期的前面 有沒有多一個文字 比如說你去哪裡玩的 像剛剛那是新色的 我就前面加一個新色 新色滑海 這樣我的照片 就可以一起改完 好就可以一起改完 就會比較快一點 好那也可以照流水號 比如說 我只希望 它就是01234的 因為有些時候老師的教材 你想要說 01 02 03 04這樣 照那個順序下來的 那就可以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 三位數的 因為我們告訴他 這是三位數 從一開始 每次加一 所以他基本上還算蠻靈活的 那麼如果你這個準備好了 你只要告訴他 在這裡 這原則上應該不用了 我就直接按開始變更就OK了 那速度就很快 這個是我們在變更檔名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麼 如果你要變更尺寸 在這裡 我們剛剛變更檔名在這邊 尺寸在這裡 那麼什麼時候 老師會需要變更尺寸 比如說老師 可能你要把照片上傳到網路上 網路上的照 那個相簿 或者說你要做這個教材的時候 我有發現 像 因為我有接一些案子 那像 有些人 他們在做這個文件的時候 比如說Word 或PowerPoint 他們會怎麼做 數位相片 就直接丟進去 就是原汁原味 就直接丟進來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Word或PowerPoint特別大 有些人那個專案一下 哇 那個PowerPoint或Word檔 竟然會超過100MB 嚇死人了 而且打開速度會非常慢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大張 結果你塞那麼大張進去 那 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會需要做變更 那 我先把照片把它載進來 比如說我把這幾張抓進來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尺寸真的蠻大的 有沒有 請問這樣是幾百萬像素的 30乘17對不對 這樣我們 就號稱是500萬 反正算出來490幾 470幾 480幾 我們都稱做500萬 他沒有那個剛好的 所以呢 你這樣子 假設 三個步驟就好了 他先問你 你的原始尺寸 就是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 再來尺寸要變成什麼 尺寸大部分 我先問一下老師 您在網路上看到的那個照片的尺寸 大部分是多少 沒有特別留意過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實際來操作看看 一般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照片 比如說像 好 我就點這樣進來好了 因為我們可能會看一些相簿 對不對 或者人家貼圖 好 進來之後呢 哇 不能看復健 我看一下 看不到復健 好吧 那不然我看 雅富的好了 OK 哇 照片 照片差不多大概就是這個範圍吧 對不對 那這樣大概多大 我們把尺拿出來量給各位看吧 你看 你看 從這邊到這邊有沒有超過700 其實最常見我們一般 齁 在整個網頁 如果你1024x768來看的話 我們大致上會佔這樣子 就是大概500 到800左右 就是照片的寬度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不是要留一些地方放選單啊 或其他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差不多大部分網路上的尺寸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您就可以來這邊 我們Photocab裡面 我們就 指定寬度 因為有時候 你的是直拍或橫拍嘛 所以我最常見的做法 我都是指定寬度 欸 我的寬度固定 好 比如說都是800 那 這樣子呢 做好了之後 你看下面這邊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算喔 本來是這樣子 你看本來是這樣子 算出來之後 是不是變這樣 對不對 它速度其實蠻快的 所以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 最後 他會問 要放到哪裡 你是要跟原來的目錄相同 還是要怎麼樣 制定目錄 那如果是制定目錄 你就可以指定 就按開始變更就好 所以 有些時候 可能老師會有需要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 用它來做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 雖然 它不見得 像我們剛剛講的 批次改檔名部分 不見得是 一定要是照片檔案 您也可以是 一般的檔案 都很好用 齁